我 魏英洛 天生脾气棒 不好惹 你们都不吃 我就觉得我好罪恶 今天我们就像卡斯廷 建祖一样的 就为了白鹿后面那个戏 建祖 你们讲讲你们试戏的感觉 我真的是从来公司以后 才能开始试戏的 之前你也试戏 之前就建祖无数次 但没有一步是世上的 也挺怕建祖的 因为没成功过 就有阴影 经验都是经验 现在建筑也很难嘛 我当时建筑都几年前建的 现在只会比以前更难 因为娱乐圈寒冬嘛 一般导演看中谁就是 谁的本色 或者你上部戏演的感觉 嗯 我不这么认同 我更喜欢颠覆的感觉 你看景言以前一直是很温柔的 还没演过不温柔的角色 你误会了 我就是过年想我爹了 那威英洛之后他就变刚了 谁要是再叽叽歪歪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的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是个师姐 来传授一些经验给小朋友们 因为他们都很小 然后有几场戏就要你们去搭一搭 大部分交给白洛 哈哈哈 跟他们搭戏 你们不要保留 因为如果你们很强 他们也很强 那么他们正好展示一下他们的演技 如果你们很强 他们弱了 那让他们知道 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 继续努力地去学习 好 好了各位演员 今天我们进行我们第二场的试镜 这次试镜的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剧本 叫玉柔春 今天请来我支持玉柔春的女一号白鹿 另外还有许凯 吴景妍 一起配合来跟大家搭戏 然后是Casting团队的老大杨念波 好了一会期待大家表演 本次面试开放三男两女五个角色 分别是 匠门出身脾气火爆的孙家大少奶奶吴月红 勇猛无味不解风情的武将孙俊豪 痴迷钟表制造的顽固子弟孙金阁 虚情假意诡计多端的鸣陶 桃腰 对孙家心怀仇恨为复仇不择手段的贾逢源 好我们第一个试镜角色是孙金阁 你是个者 去透露一下 我不能自己去说 都不听的 那我帮你开个头 完了你再过来 行吧 那我现在去 行 好 好 冰冰又演了一种新的不一样的孙金阁 其实就好玩在每个演员去演这个角色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脸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就感觉他足智多谋的 就很有自己的坚定的东西 去做证明自己的这种事 好有请演员欣鹏 下一个不是我们这里的艺人了 但是这个人很厉害 他屡事屡重 戏特别好 我们来看一看 好期待 刚开始戒严 崔璃非得电话是电话什么 感觉怎么样 这些人 我觉得唱东哥感觉更像 他最适合 他最适合 其实都好吧 每个人研究不同的特色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把握东西都很充分 对我觉得他们对激辛的反应 肯定比我们还要好 现在进行第三轮开放角色 贾逢源的视频 贾逢源与孙家有血海深仇 为复仇接近利用苏颖血 渐渐对他生出真情 各位老师好 我叫郑好 今年21岁 现在就读于中央戏剧学员表演戏 他是我们整个演技排年纪最小的 他98年的 21岁 那景言你跟他演吧 这个女生好吧 好 现场来 演员正好 饰演贾逢源 三二一开始 这个女孩子挺明明的 很多人都直接感受很快输的 很快输的 他马上能在状态 假的 冯源 你跟我说过 你是因为我才对付苏家 那我问你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苏家感情杀绝呢 我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 你知道呢 他孙迅当年就因为 玩弄全数陷害我爸 我爸才死的 没有孙迅 我也不会成这个样 我全家每个人死 每个人死都跟他孙迅有关系 你既然已经跟了我 我就不想让你再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了 你明白吗 你所有都是在利用我 你对我没有半点真情 是这样吗 好傻 好傻 冯源 我想要和你厮守终身 那我错了 我走了 干什么 你要去干吗 干什么 你要去干吗去 我不干吗去 你先罚我 没有 你这是什么 不是 你在干吗去干吗 你是不是 我再给你忘记仇恨 这种偷恨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是不会忘记做这个 你 你 你 我可以 你咬我的臭屁 是 你现在会想起来 哇好棒 特别好特别好 非常好非常好 太棒了 我觉得正好跟锦言演的很好 因为他们始终在情感里 正好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我爱你 锦言也是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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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